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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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先前的影片有介紹過,在近代神主打法的代表人物小莉原到大 而今天要介紹的是在小莉原之前 雖說不是首位使用這樣打法的選手 但絕對也可以稱得上是神主打法的代名詞 也可以將他視為非球革命的先驅 他在剛進到職棒時,曾被前監督金田正義大力的批評他這樣的打擊動作 不過他堅持著我流的風格,用這樣的打擊動作不斷的創下驚人的紀錄 然後在1995年拒絕加入金田正義擔任會長的名球會 他在退休後擔任忠日榮監督的時代 也用這樣強烈的自我風格帶領球隊拿下過日本一 他是日子史上唯一超越王真志的三渡三冠王 是繼長打貓雄之後跨越昭和和平成年代的最強誘打者 若和博滿 入名 Ochiayi Hiromitsu 1953年於秋田縣出生 178公分、82公斤、是一名右頭右打的選手 總部位置是1、3、2壘 20年的日子生涯累計2236場出賽 打出2371隻安打、518全壘打、3×11打擊率、5×64的長打率 OPS是0.987 另外還有著4×22的超高上壘率 在超過4前打出以上的打者僅次於王真志的4×46 他拿過5次的打擊王、5次全壘打王和5次的打點王 7次的上壘率王 其實還有一次的安打王是在1982年 不過安打王的獎項是在1994年之後才開始頒發 另外還有兩次的年度MVP、10次的最佳9人 還有兩次的明星賽MVP以及一次正麗松太郎賞 這樣有著豐功偉業、獲獎無數的偉大選手 其實在進到職棒前的棒球路走得並不順遂 他在小學4年級時受到哥哥的影響開始接觸棒球 並在國一時就成為了球隊的4棒兼王牌投手 而在要進到高中前 其實若和的身手有不少線內的強效想要邀請他入學 不過那時候若和還沒有想要成為職棒球員的想法 更多的是想要在高中畢業後就找工作 於是最後他選擇到了秋田縣立工業高校就讀 而他也在高一就進到球隊的正選名單中 還直接空降成為球隊的4棒打者 沒想到這樣的實力竟然招來了對上學長的嫉妒 而開始不斷仗著自己是學長來欺負若和 他曾經說過會選擇加入秋田工業 就是因為喜歡這邊的練球氣氛 結果事與願違 他也在入隊沒多久後肩膀就受傷被迫放棄投手位置 種種的不如意加乘下 他也不想再忍受學長的惡意霸凌 一路直下直接退隊 甚至還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到學校上課 導致他在高山還多了兩年才畢業 不過其實那時候若和一直沒有將退隊申請書交出去 有比賽的時候教練還是會把他叫回來打球 所以若和的身手就算沒有甲子圓的加持 還是有吸引到一些球探的目光 在他畢業前 東洋大學和一些社會人球隊 隊友來邀請若和參加入隊測試 結果他在測試會上表現非常優異 還打出了超大號的拳雷打 最終在畢業後進到了東洋大學就讀 不過他在高中畢業前的一次集訓 就在訓練中傷到了他的左大腿 這讓他在大學只讀了一學習之後就決定休學 隨後到了哥哥當機裡的保齡球館打工 他也在這樣的機緣下開始對保齡球產生興趣 還一度想要成為職業選手 不過在他都已經準備好要去報名職業賽前 他因為要繳交通違規的罰單而沒有錢繳報名費 然後就跟著放棄了成為保齡球選手的夢想 也真的是還好當時有那張罰單 不然就會錯失了一位偉大的棒球選手 而就在錯失了報名機會的那天下午 洛河到了家裡附近的草野球球隊比賽 因而重新燃起了對棒球的熱情 隨後他在高中教練的建議下 到了社會人球隊東芝府中隊打球 也開啟了他白天工地、晚上練球的生活 很快的就在入隊的第二年 洛河成為了球隊的四棒打者 並且連三年都在都市野球對抗賽中大放異彩 他在社會人球隊一共五年打出了70支的拳雷打 隨後在1978年的職棒選秀會上 在第三輪被羅德隊給向中 以簽約金2700萬日元、年薪360萬日元加入 其實這年選秀會還有著不少的名將 包括聖帆河、司令和彥、慕田勇等人 不過在那時最受關注也最具爭議的 就是江川卓的爭奪事件 讓巨人隊留下了史上著名的空白的一日 這邊讓我先賣個關子,以後有機會再介紹 洛河進到職棒的首年 監督3A一紅指導洛河 揮棒時又有像把水管裡的水灑出去的感覺 於是他在聽取了建議後 再參考了隊友土肥劍2的打擊動作 最後開發出了洛河專屬的我流神主打法 在努力了鑽研這個打擊動作後 隔年1980年球季 他現在二軍創下連續五場比賽開轟的新紀錄 隨後在季賽後段獲得大量的一軍出賽機會 他在54場的出賽中 166個打數就打出15支拳雷打 效率真的是相當驚人 也正是向整個日本職棒宣告洛河時代的來臨 會這麼說,是因為後面幾年 洛河幾乎是每年都在打擊排行榜上霸榜 1981年球季 洛河搶下了開季的先發二壘守位置 隨後在6月開始成為了羅德新一代的四番打者 首年打到規定打擊就以3x26的打擊率拿下打擊王 同時還帶有33支的拳雷打和4x27的高上壘率 更年1982年球季更是再次突破自己 以3x25的打擊率和32支拳雷打99分打電的成績 在28歲時成為了史上最年輕的三冠王 同時那年他的安打和上壘率也都是最高 上一個打出三冠王、五冠王成績的選手 已經是8年前當時34歲的王真智了 1983年球季 洛河以3x22的打擊率以及0.982的OPS 連續三年殘連打擊王寶座 不過也從這年球季後開始 洛河成為了每支球隊都極度畏懼的超強打者 每個投手對上他都投得比較閃躲 這讓他在後面的連續八個球季都成為聯盟的寶送王 而1984年他也在這樣的針對策略下 只打出了3x14的打擊率、33支拳雷打和94分打點的成績 非常難得的一座個人獎項都沒有拿到 不過隔年洛河直接用了更驚人的表現 展現出這種針對是1.11都沒有的 他打出了3x67打擊率、52支拳雷打、146分打點鬼神般的成績 不僅再次拿下了三冠王 同時拳雷打和打點、還有77支長打、4x80的上壘率以及7x63的長打率 都刷新了當時太平洋聯盟的紀錄 其中52支拳雷打也是重申年後都沒有日本本土打者能打破的紀錄 另一項高悬至今都沒人能打破的紀錄 是洛河整機高達4x29的得點圈打擊率 最重要的是別忘了當時洛河還獲得了拳雷打最多的101次寶送和26次進圓 整個誇張的程度大概就像當年 在終職王伯榮打出4x14打擊率的時候一樣驚人 黃粉或黃黑看到這邊先不用急著高潮 我只是想要表達洛河在這年所展現出的打擊能力 已經超越了整個洋聯甚至整個日本職棒 不過當時的時空環境基本上可以說不可能有日本選手到大聯盟打球 雖然很可惜 不過如果要問洛河怎麼沒有挑戰大聯盟之類的其實可以先pass了 接著隔年1986年球季 洛河的表現依舊可怕 他同樣吞下了全聯盟最多的失敗球和晶圓寶送 還打出了3x59打擊率、50支拳雷打和116分打點的成績 再度殘連三關王的寶座 超越了王貞智成為日子史上唯一三度三冠王的打者 順帶提一下 這年隔壁中央聯盟的Randy Boss 也以日子史上單機最高的3x89打擊率 40支拳雷打和109分打點拿下三冠王寶座 雖然兩人都以可怕的成績拿下三冠王 不過人氣央連、死力央連的這種說法早就流傳許久 洛河就算是三度三冠王的矚目程度 也和Boss有著不小的差距 也許這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造罪了在這年休賽季以現改變日資歷史的交易案 1986年球季結束後 原先被羅德以未來要將主場遷到福岡為由 而吸引來擔任監督的道偉和久 在三年一月到之後沒有獲得球團的續約 而最終羅德也沒有遷移到福岡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引發了洛河對羅德球團的不滿以及不信任感 他在那年的一場洛河選手勉力會上 表示道偉監督不在隊上的話 那我也沒有繼續留在羅德隊的理由了 加上在那天道偉監督說了 在去年球季 巨人隊曾向我表示他們願意用原成的以外的任何一位球員來交換洛河博滿 兩人所講的一番話一出 隔天馬上轟動了整個日本球界 雖然巨人隊最後否認了這樣的說法 不過大家也開始關注巨人隊到底會用誰來交換洛河 結果沒想到巨人隊在幾天之後突然表示 要凍結爭取洛河的計畫 據說是當時羅德想要用洛河去交換小總核點 而巨人隊不同意導致整個交易案告吹 這時剛接任中日監督的新野仙衣眼見積不可思 強烈的向老闆表示一定要想辦法換到洛河加入 於是最終中日這邊用了以守護神扭倒合燕為首的四人 加上一億三千萬日元的年薪換來了洛河博滿 洛河也成為了日值史上首位年薪過億的本土選手 而這次的洛河交易事件也讓日本職棒內部開始思考FA制度的必要 來避免這樣的吹蜜事件再次發生 1987年球季 帶著日值本土最高年薪的頭銜來到中日的洛河 依舊展現出他過人的打擊能力 有著3x31打擊率、OPS1.037的表現 不過他也被名古屋巨蛋的外野圍牆所困擾 全雷打數量從前一年的50隻掉到只成28隻 隔年1988年球季 洛河雖然在打擊率方面 首次在固定先發以來掉到3層以下 不過他的全雷打和打點數量也都來到了聯盟第二 此落後給大洋隊的洋將Carlos Pons 而這年的中日也在洛河和18勝的小野核信 以及37世救援的郭元智等人的帶領下 順利奪得央連優勝 只可惜中日的打線在日本一大賽上整個大低潮 洛河難以支手這天最終敗給了西武斯隊 1989年球季 平成元年 洛河終於克服了名古屋巨蛋 他以116分打點 拿下轉隊到央連後的首作個人獎項 成為了史上第一位兩聯盟都拿過打點王的選手 同時全雷打數量也再次突破40大關 隔年的1990年球季 更是直接拿下全雷打和打點雙冠王 同樣的也是史上首位兩聯盟都拿過全雷打王的打者 而這年球季結束後 洛河再度成為了日值制度的先驅 他打出了雙冠王的成績 和球團要求希望能讓自己拿到3億日元的年薪 由於球團方不同意 於是洛河成為了日值史上首位進行新資仲裁的選手 而最終的仲裁結果是球團所提出的2億2000萬日元年薪 雖然結果沒有如洛河所預期的那樣 不過他在隔年球季 硬是以38歲的年紀 打出3x40打擊率 37隻全雷打 91分打點 OPS1.155的表現 不僅連續兩年殘連全雷打王 更可怕的是還繳出了4x73超高上雷率的可怕成績 這也讓中日球團再也沒有辦法拒絕洛河的要求 在這年球季結束後 洛河的年薪來到了3億日元大關 不過也就在隔年的1992年球季開始 洛河終究不敵歲月的力量 整體的打擊數據不斷向下滑落 說是這樣說 不過其實也都還能有2x8以上的打擊率 只是相較以往 長達火力真的下降了不少 1993年球季結束後 日本職棒FA制度開始實行 洛河也秉持著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信念 以40歲的年紀提出行使FA資格 並在相隔了7年之後終於加入了巨人隊 洛河的年薪從1987年突破1元大關以來 一直到1996年 整整9年都是日職的本土最高薪 而且還不斷突破天際 在加入巨人隊時 年薪已經來到了3億8千萬日元了 雖然洛河已經不再是全勝時期 不過他在加入巨人隊後 還是完美補上了巨田的廣離隊後的一壘空缺 並在加入的首年就幫助巨人隊拿下陽聯優勝 他也在日本一的第三站擔任四番出場做出貢獻 成功讓巨人隊以4比2擊敗15拿下日本一 後面的兩年 洛河依舊擔任巨人隊陣中的主力一壘手 都攪出3成以上打擊率 並分別打出17轟和21轟 他也先後達成了生涯2000安和500轟的里程碑 還以43歲的年紀成為了史上最年長超過3成打擊率的打者 你要看當年被巨人隊拒絕當作交易籌碼的袁承德都已經退休了 洛河還在職棒場上屹立不搖實在可怕 不過在1995年球季結束之後 巨人隊從FA市場上獲得了清源合播的加入 因為年紀加上手臂位置被擠壓的關係 洛河為了想要繼續待在場上奮鬥 於是向巨人隊球團提出想要成為自由契約的狀態 在洛河的退團記者會上還非常特別的 巨人隊的老闆渡邊橫雄和監督長島茂雄都一同出席 非常想要幫助他在別的球隊找到出場機會 想必是相當不捨也相當敬佩洛河想要繼續奮鬥的精神 最終在另外兩支東京球隊 楊樂多和日本火腿的爭搶下 由日本火腿勝出以3億日元的年薪將洛河簽下 1997年球季 洛河在轉隊後依舊展現出他那令人難以理解的打擊能力 在開季一直到5月中都還能有3x39的打擊率 不過也從6月之後也許是真的受到年紀和體力的影響 整體的打擊狀況開始下滑 隨後在8月因為手被受傷消到二軍休養 最終在一軍留下2x62打擊率和3支全聯打的成績 隔年球季 洛河為了改善前一年成績不振的狀況 還久違的戴起了打擊手套 這在當時也是不小的話題 而他在春訓期間也有著亮眼的表現 幾下年薪他20歲的西浦克拓成為開幕戰的先發第四棒 不過後來在球隊整體戰力的規劃下 洛河在球隊的定位也逐漸被排進代打名單 最終在球季結束前洛河決定退 結束了他20年的傳奇選手生涯 洛河在引退後先是以他獨特的我流見解 在招日電視台擔任了三年的球評 隨後在2004年開始先任中日的監督 洛河一共執教了8年 是中日史上在位最長時間的監督 而在這8年內中日都是央聯A段班的隊伍 還拿下了4次的央聯優勝還有一次的日本一 要知道鍾越龍70多年的歷史中 也不過拿了9次的央聯優勝 洛河就帶領了4次 真的不論是在球員還是教練的時期都是傳奇班的存在 那因為從監督到整個球隊的規劃再到戰績 所牽涉到的不論是選秀、教練團還是戰術等等的規劃真的是太廣 而且有關洛河的帶兵也有著不少的爭議 像是認為先發投手沒能拿下勝投就是沒達成任務 還有在日本一大賽的瘋王戰上 將投了8局完全比賽的山井大界換下場等等 只不過那幾年中日所展現出的整體戰力 也實在是讓大家沒辦法對洛河的指導做出評論 然後我畢竟也不是什麼專業的球評 所以對洛河的整個執教生涯我就不再另外起爭議了 不過還是有幾件比較特別的事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是在洛河剛接下監督兵符的首年 他表示不需要做任何的能力補強 以現有的戰力提升10%就能夠拿下日本一 結果還真的就在執教的首年拿下陽聯優勝 只可惜在日本一大賽上以4比3敗給了西武師隊 還有在那年的冠軍戰 啟用了前面三年都沒有在一軍登板記錄的川崎縣次郎 不過他只投了兩局就被打爆退場 最後是在他執教的最後一年中日的戰績差點連A段班都不保 而就在洛河宣布球技結束後將要退任的消息後 逆轉了和所謂的養樂多隊多達10場的勝差 最終大逆襲奪下陽聯優勝 只可惜最終還是在日本一熬戰了7場後敗給了阮營 洛河在退任監督休息了兩年後 或要擔任中日龍隊的GM 不過在位的三年中日的戰績可以說是非常慘淡 也有不少批評的聲音出現 普遍認為洛河是個好打者、好監督 但是就是不適合做辦公室 於是在2017年底他也卸下了GM的職務 現在偶爾還是會上節目擔任球評 不過身體狀況好像不是非常理想 還一度傳出顏面神經失調和糖尿變惡化的消息 希望他能保持身體健康、一切安好 以上是有關洛河傳奇生涯的故事 因為球員20年加上監督和GN時期一共31年 實在是很難用10幾分鐘的影片將他各個時期的事蹟說完 像是在教練時期有關經典賽中日選手出場 還有自己要不要接任日本代表監督的事 這些都比較可惜沒能提到 不過這些相關事蹟在網路上也有不少中文資料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自己在搜尋看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